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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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 將軍指數的中場是以上68點做收 其實昨天我們看到這盤市格局 是以小點9點做收的時刻點 就跟大家報告到說 8月13號 就是今天大概盤市格局 有個小幅震盾之後 已經壓縮到末端了 稍微補一點點量能潮這盤市格局 應該會有一個另外比較明顯 向上漲生一個波段 這個是劉老師昨天就跟他預告了 我認為在昨天這盤市格局 大盤應該就是已經穩下來了 因為一個短期的WD成型了 而且日KD和黃金交叉的馬訊已經出來了 所以分時的第一波 從低檔區到昨天的高檔 竟然已經漲了150點 第二小波早盤的細微波震盪完了之後 應該會再開啟另外一波150點 到240點 1.618倍以上主升段的一個走勢 果然今天交權指數 就以上漲68點做收 台紙期貨今天以上漲77點做收 收盤價已經來到9199點了 來 投資朋友自從廖老師 在上個禮拜 禮拜5 8月8號跟大家預告 當天盤市格局出現3點低不破低 量縮以及台紙期貨逆價差 預告3日必見白點中長紅以來 那個從9040的低點到今天9199 這個盤市格局已經拉開短短2天的時間 漲159點 如果你可以按照我們的規劃 是一個5筆多單流倉 1筆是以台紙期貨1筆 所以一個流倉 每150點就是3萬元以上的價差 這5口的月資金就已經15萬元以上了 好 既然我們所說的日KD黃金交叉 以及財權指數3天不破低 好 來 距離9014 到今天為止已經3天不破低 確立一個短期的底部 確認是完成了 好 那日KD也已經出現了 黃金交叉波段起漲訊了 好 我認為後續的這個盤市格局 就看能不能去站上這根長黑 好 外資當天大跌188點去追殺 當天盤後台紙期貨籌碼到 17000口進空單的時候 好 在這天盤後 我一上節目的時刻點 由於沒有正確的籌碼 我只告訴大家 如果外資的盤後籌碼是超過的 超過16000口 這盤市格局短底 大概就會在這裡做一個確認了 好 所以你看到那個訊號 不要再看著外資的籌碼去做 如果你以往看著外資籌碼 超過16000口 你才去做追空的 你就會像外資一樣 好 依靠城市交易去做交易的 好 就等於是你是追空在 這個盤市格局的最低點 好 現在回來你可能隨時都要一個軋空 好 停順的一個回補的動作了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掌握到 我們所說的那個W底型 以及劉老師告訴大家 分時第三波主升段的上攻 你大概會在今天早上的位置點 好 這個是9140 這是今天買進 早上8點53分直接買 來 這個是昨天 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公所會員朋友直接要買進3比4成 流倉多單 因為昨天雖然細微波是一個 感覺小跌久點不好的盤市格局 但是劉老師已經告訴大家說 這個盤由中收電子領盤的一個態度 已經非常明顯了 再加上8月8號的時刻點 來 同志朋友這個是昨天的買訊 好的 這是今天早上開盤的一個買訊 好 可是關於這波盤市格局的上攻的動作 劉老師是在這個位置點 來 好 這個位置點 8月8號當大盤 好 最低下沙到9014 好 那已經出現了一個 比較長的一個下影線 3滴不破滴 好 當天是所有的利空消息會員翠 包含到這個美國股市出兵 好 這個伊拉克的一個訊息 好 劉老師去告訴大家 基本面有非常強勁一個支撐 那所以告訴你說3點低不破滴 轉片線1滴承接盤 我們是掛9060等於說是試駕進行 買進一個動作 那告訴大家第三代的八法的一個空盤 3天之內必見百年以上東上紅 好 你可以看到如果那天的盤市格局 你可以掛9060 你絕對可以去成交在9040以下的這個位階 好 這159點的價差就如同 我們規劃直接往上拉了 好 所以這個盤我想 像上個禮拜這種恐慌性的殺盤 那再掃各種停損 再做融資斷頭追殺 你如果說沒有一個比較中期 關於這盤市格局一些經驗 好 類似開盤八法 類似你把它定調為是一個融資多殺之後 最後一個洗盤 好 那你很可能就會做錯一個判斷 其實這個盤中每一天這個低檔區都爆出 非常明確的低檔成績的吃貨盤 好 林老師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這裡非常可能就是一波 額外的又空的動作了 好不好 好 另外一個看盤重點 加權指數其實今天早上在橫盤的位置點 你可以看到非常狹幅 來 這個是今天早上 加權指數一開盤 如同我昨天跟大家預告一個狹幅震盪的位置點 好 我跟大家報告的一個狹幅震盪位置點 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其實加權指數預估的成交量 如果你有各種看盤軟體的話 你大概會看到今天預估的成交量 破800億元 只剩下大概750到790億元 好 非常狹幅盤整 你大概認為這盤市格局沒有行情的 可是劉老師卻告訴劉老師的會員朋友說 好的 這邊我們只等待一個底部確認的訊號 好 昨天劉老師額外交給大家 什麼叫做底部要經過什麼樣的程序來確認 好 這是持續的一個亮縮架穩的訊號 那亮縮要縮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叫做底部確認 開始要轉成多頭幾弓的時間波勒 我大概10點鐘左右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大盤已經確認亮縮架穩 三天不破滴了 而今天早上聯發科 今天早上宏達電 居然盤中的成交量萎縮到 預估只有3000張的成交量 你真的很難看到這個 聯發科的成交量居然會萎縮到3000張以下 而且價格是穩定的 這亮亮指標的中縮電子股 已經亮縮自行到3000張以下的一個成交量 我認為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 也許下半年9000點 下半年全年最低點就在9000點 這個短期的底部區應該是可以確認的 尤其今天盤中在10點左右 會接著非常明確 我們佈局第三波主的針斷的一個看法 沒有改變 其實我前幾天就預告 9000點這裡非常可能是一個 即將撥斷起漲之田 額外利用這個9000點這個強撐的一個關卡 去進行一個這個融資多殺多的一個盤市格局 做最後一個融資清洗充滿 那麼這個盤市格局很可能就這裡波段起漲了 如果你掌握到這個原則 今天早上不論是宏達電 120塊錢跌停要告訴你說 日 週 月 指標都已經同步背禮了 未來絕對會有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今天宏達電收盤已經來到127塊錢了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如果你手上真的這裡資金比較多的投資朋友 有一些價格相對穩接 像宏達電連發科這一批股票 我們認為絕對有一波行情 那這一批的股票怎麼樣去做操作 你直接跟上廖老師的口訊 我幫你去掌握這一波行情 因為我告訴大家 既然是日 週 月 同步 大背禮 絕對會有一個非常大波段的行情 今天收盤價已經來到127塊錢了 連發科我們今天早上就試價不計價 就直接2米多段就買進 今天中廠就已上廠9塊錢 我認為再補個量能潮 這個盤式格局又直接做一個上工的動作了 好不好 所以大盤發展到現階段這個位階 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這盤式格局按照我們規劃 已經進入分10百點組成段的態勢 才是前面的這一波起漲大概77點 有波段而已 台灣50已經確認站上8月5號的起嘎點 我剛剛其實提示到一個看盤重點 大盤能不能正式地轉強 其實這一根黑黑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這是8月5號的時刻點 價錢指數當天是以重挫大跌188點去做收 就是那天外資追空到17000口的位置點 未來如果能夠把這個追空的空單全部站上 大盤即便沒有辦法很迅速地補量到1300億1500億 我認為乾單的靠著先嘎台子期貨的空單 好 大盤就有可能就直接過9593 過9593再自然地把成交量能補出來就好了 好 那有沒有機會嘎空站上呢 好 都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是0050台灣50的一個指數 好 我認為我會追蹤一個波形叫ABC浪 然後吸走一個向下沙盤的五波 你可以看到65.05破了這一根8月5號長黑K的低點 指標已經連續五個交易率沒有破低 所以本來就會有一個波段式的向上 好 這是波段的強彈起漲訊號 非常可能直接進入回升波 好 那我接下來幾個交易率 我會看著這個轉折低點 為什麼 那劉老師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跟大家講 但是先回來我剛剛跟大家講 加權指數8月5號起跌點 好 這個位置點有沒有機會站上去咧 好 來 台灣50代表台灣全值前50大的股票 這個是大盤的領先看滿重點 也是期貨的領先看滿重點 來 8月5號的這一根外資追殺的 這根長黑K的指數其實當然50已經站上了 好 所以這一波盤式格局我想按照我們的預告 好的 各位朋友 接下來唯一的問題是 如同我今天早上給大家的分析 你要想辦法去買哪些股票 會是真正進入主身段的股票 好 哪些股票會是真正進入主身段的股票 你想辦法把資金集中到這裡來就好了 好 那一定要有基本面的支撐 如果沒有基本面的支撐 好 投資朋友 好 有些股票已經連跌了13跟跌停板 劉老師就不再去做一個 我一直提醒到大家是說 好 投資朋友 好 如果沒有基本面的支撐 有一些很明顯你想要去貪圖賺主力 幫你去拉股價的 好 總有一天你一定會遇到一檔股票 類似像GR這樣連跌13跟跌停板 好 基本面是大家最好的依靠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報告到說 盤式格局我們最後一個簡單的定調 就是說這個盤可以買了 好 趁著它還在低檔區 我們趕快找一些投資的標的 好 但是你這裡要仔細的選股囉 劉老師幫你去掃描了一些基本面 來這一份資料 這一份資料是劉老師幫大家 把接下來整個產業誰有機會提前大盤 率先過9593 你現在買都還會大漲五成一倍的股票 我們在產業面上面做一個很嚴格的篩選 來 這裡是從1月到7月為止 累積的營收一個年成長率的一份表格 你可以看到總共100個分類股次產業 我從這個排名前10名到這個 倒數20名我一一的幫他做一個篩選過了 這是從西瑪尼統計1月到7月份 累積的營收年增率 你可以看到年增率還高達2成以上的 大概有幾個產業像DRAM 好 年增率還高達40% 這是會整成到7月營收為止 太陽能 不過雖然是有40%的一個成長率 可是因為它這個接下來8月下旬 以及9月份還有兩次的雙反的一個宣判 那這一率還是很多 所以最近其實還是弱勢 你不要去做 唯一這個7個 1 2 3 4 5 6 7 好 接下來產業基本面 真的很好 接下來有機業單人盤面上面主軸的 好 林老師先跟他報告 你先把太陽能先不要去碰 等到9月10月我們預估的那個買點到了 我們再來回來看太陽能 好 真正也有機會進入主生端的 包含IC設計股 包含遊戲族群 包含證券金融這一個產業 包含光學鏡頭 最指標的當然是大力光 以及工業電腦 是唯一在這個產業 累積到7月份為止 還有真正進入主生端實力的這一批股票 至於這個倒數20名像顯示器 或觸控相關的一個產業 手機製造 安全監控 機殼 還有一些TFTF面板 其實真的累積到現在為止 產業的基本面 它很可能都還是在中期架構的反彈波而已 它還僅僅只是中期架構的反彈波而已 所以劉老師會這樣跟他報告 好 投資朋友接下來 我們剛剛已經掃描過 真的到7月份為止 真正有主生端的股票 它一定要基本面支撐嘛 對不對 好 我另外接下來會進入主生端的股票 在電子方面大概只會剩下1分之1 好 有剩下1分之1的股票 還在一個中期的大擴底 好 還有1分之1的股票 它可能是一個空投反彈的逃命波 接下來即便反彈 好 類似像今天 好 劉老師看到TPK的一個反彈 在12點多左右告訴我的新進會員朋友 最近有很多觀眾朋友 在面對這個盤4格 由於7月上旬全市場 看著這個電視媒體 在叫你去買股票的同時 好 一位新進的會員朋友 就這兩天錄會的會員朋友 他說他看到一些57台解盤的名嘴 一直在叫敦泰 一直在叫TPK 其實這一波的這一波盤4格局 劉老師已經跟大家報告我們TPK 敦泰 劉老師叫大家是不要碰的 好 這一波TPK從低檔去160元 我們是3比多單已經大賺了3比 總共賺了150塊錢 要大家獲利了結束金 好 可是我一直告訴大家 152塊錢的故事 這波反彈 劉老師有帶你做到喔 好 7月份開始告訴你說店子不能買 投資朋友 這波從310塊殺到150塊 好 這是敦泰今天盤龍灌到跌停板破底 好 最主要是基本面在產業 還是一個中場空的架構 好 劉老師還是提醒啦 說沒有基本面支撐 你就是在賭 好 那你當初如果去賭這個 你怎麼知道新藥藥鎮這裡 這一次的盲測一定會過 是不是有50%的機會這裡不會過 那就算是過了 那股價是不是到400塊錢這個波段 早就已經都提前反應了 我在那個相對轉折高漲區 我就不斷提醒到大家 這些股票都還是空頭的標的 你不要碰 那所以還是提醒到大家 有一些產業還在走長空走勢的 最近期即便有反彈 我認為你資金剛好利用這一波 我們即將要進入下一個波段 做多的行情 把這些資金抽出來 劉老師來幫你去做一個 有效的一個反擊 怎麼樣叫做有效的反擊 你現在就是搜尋基本面 誰會真正進入一個大組身段向上 才是你要開始去做多的標的 好不好 股票都已經幫大家挑出來了 那我的測標上面另外一行寫到的是說 好 我們一開始告訴大家說 盤穩了 你要開始做多了 這波盤市格局有一批股票 會率先進入主身段 大概只有1 3 左右股票 一定都是有基本面的 那你如果現階段真的想要投資 有些投資朋友問劉老師說 那房地產我現在的看法到底是如何 這張股票叫做富邦金 其實你真的是欠缺類似像這種 利空的時候進來大買的一個機會 像上個禮拜8月8號的底點 這不是非常漂亮的買訊嗎 這個是21個月的一個大底 如果以還原全息 以還原全息這短短10年的一個期間 富邦金一檔股票 你基本持股如果願意爆的話 爆得越久你賺得越多 因為以還原全息的成本 它大概在1塊錢左右 已經賺了46倍了 你買房地產有哪一個物件 可以讓你去在這10年的期間 賺46倍以上 好 劉老師再舉 劉老師另外一檔核心持股 富邦金也是我們會員朋友的核心持股 那這檔是我資產管理會能核心持股 叫8040網加 好 這是中國收成網路股 來 最近期還原全息之後 還在300塊錢上下 你如果選對產業 還原全息的成本已經不到1塊錢了 原始成本還原是降到不到1塊錢 你會大賺300倍以上 所以現在應該要投資了 但是劉老師會跟大家報告 你還是要仔細的選股 劉老師來幫他選 而且我認為 這一次股市的一個機會 是遠遠比房市還要好很多 尤其在2016年之前 那剛好利用這個前後 這個波段才把這個短期的底部 確認的時候 組織朋友跟著劉老師找到一些值得 我們現在就卡位進場布局的標的 趁著盤勢格局還沒創新高 還沒有確認他又回來 組身段的一個架構格局裡面 我們就趕快把這些 有機會進入組身段的股票 趕快把它買起來 跟上我們腳步 就這一兩天 提前卡位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好不好 關於後續盤勢格局 我們所說的這些組身段的標的方向 到底在哪裡咧 休息兩分鐘之後 劉老師繼續幫他解析 並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並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請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板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文師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 男友 好 那我們現場 昨天其實六老師在解到 為什麼我們認為有一個第三波 組成到那個上工 最主要是 因為第三季由台積電來看 電子產業即將進入最旺季 這個是昨天我們解析到說 以台積電的營收預估大概8月份 會跳升到700億 9月份到730億元以上 好 那一定是電子股 強力的下桿給台積電 台積電營收才會跳升到700億到730億 這裡確定會有全年基本面的一個最旺季 就是台積電今天往上跳升 好 廖老師是在跌停的隔天這個位置點 要你開始去佈局 好 今天日KD的黃金交叉已經出現 也突破下降壓力線了 主要是今天突然出現一則消息 是16奈米 台積電在第三季要開始試產 好 接下來蘋果A9處理器的一個代工地單 應該有機會由台積電進行掌握 好 廖老師最近期常常有時候跟大家講說 不要因為7月份 然後大家有些解盤 你會聽著跟著媒體的一些名嘴的一些分析 你會覺得是鬼話連篇 來 台積電位階其實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上個禮拜告訴你說台積電A9掉單 A9掉單 A9掉單 今天告訴你說A9拿回來 A9拿回來 那到底是掉單還拿回來 你有沒有一個自己產業基本面的看法 那你這樣你119把台積電停損掉了 今天台積電補個量能潮叫進度組身段 另外一張股票要非常明顯的例子 好 那廖老師告訴大家 台積電如果確定洩行一個向上突破 這個電子族群會是這個盤勢格局 非常重要的亮點 好 那這是華爾科我們昨天跟大家到 三天不破低了 洗盤完成的態勢非常明確 我認為華爾科第二季的營運表現 遠遠優於預期 因為你可以看到第二季的毛利率 理論上是全年最淡季 卻創新高 那財報小減主要是因為台幣 有一個短期結算的匯損 那你可以看到華碩的EPS非常漂亮啊 好 上一季不是說華碩有嚴重的匯損嗎 會損是可以回充的耶 現在華碩的一個營收又遠遠超乎市場表現 所以最終還是回歸公司基本面 本業的營運狀況 財報上面的會損 這都是短期上面的利空的影響而已 最後都會回充回來好不好 好 既然營運遠遠優於預期 毛利率在最淡季的狀況之下 衝向毛利率營運的新高 第三季又面臨PC 全面回溫記憶體的產業 遠比想像中還要緊俏 才會在淡季的狀況之下 毛利率營運的力再創高 好 那接下來第一任 在第三季維持高下 以及上漲6.45% 我認為今年其實關於華碩科 所有市場分析的估計 好 到現在為止 我們認為都是嚴重蒂固的 那關於華碩科 後續的波段怎麼操作 有劉老師的訊息直接 並行一個操作會最穩健 好不好 好的 這邊 我想關於這一波磐式格局 關於近期磐式格局 可以以分析的脈絡 如果劉老師幫你掌握到 像昨天跟大家報告 這一波分十組身段 以及接下來磐式格局的詛咒 那劉老師還是跟大家掌握 這一波布局的機會 有劉老師的訊息來幫大家掌握 不論是群口選擇權 宏達電 聯發科 或者是有機會大漲五成一倍的 中小型電子股 我都幫大家跳出來了 好不好 也需要我們服务的地方 直接掐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